伏坚是谁 很多人并不熟悉 但这些耳熟能详的成语都跟它密切相关 那么伏坚究竟有怎样不同反响的人生 敬请关注风云南北朝支 伏坚第一起王猛出山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有很多成语我们非常熟悉 比如草木皆兵 头边断炉 风声鹤唳等 而这些成语都跟一个人有关 这个人就是伏坚 伏坚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 底足在北方建立的秦国的第四代君主 因为这个时期 以秦为民的国不止一个 所以底足人建立的秦国 在历史上被称之为前秦 因为伏坚 前秦曾经异常强大 差一点就有了建立大一统王朝的机会 在伏坚的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 塔开始骄傲自大 刚毙自弱 而历史的车轮 就滚下了那次著名的肥水之战 正至这一次战役 伏坚迅速滑下了失败的深渊 他的成功令人怒卷 他的衰亡也迅如流星 对于我们今天的很多人来说 我们也许不熟悉前秦 我们也许不了解伏坚 但是伏坚的成功与失败 反差是那样的巨大 让人触目惊心 他的经验与教训 让人印象深刻 评读历史 我们不应该以成败为英雄 而应该在历史的新王会后 读出更深刻的内涵 那么就让我们打开历史的这幅 沧桑广卷 走进伏坚和他的时代 首先我们要了解的 就是伏坚手下一个最重要的人才 这个人究竟有什么样的能耐 为什么福坚对他器重有加呢 北京语言大学周思源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风云南北朝之福坚第一集 王猛出山 今天我们讲福坚 有的观众朋友 听到福坚这个名字 可能觉得有点耳熟啊 是不是那个和东径对垒 后来在肥水之战中 大败而归的那个福坚啊 没错 就是他 从肥水之战的大败中 足以见得福坚这个人 根本不懂军事 失败以后 只顾自己狼狈逃窜 还被刘氏所重 受伤 而且是单济 跑走 就是他一个人 身边的随从都没了 这样一个败君之主 也值得您大奖特奖吗 值得 何以见得 因为啊 咱们评价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 不能单看他一时一世 而要看他的一生 俗话说 一郡遮白丑 这当然不对 可福坚呢 正好相反 他简直就可以说啊 是一丑 遮白郡 其实福坚这个人 一生 极不寻常 肥水之战的大败啊 只不过是他人身道路上的一个最大的转折点 他从此就由事业的顶峰跌落到了低谷 穷途末路 开始了他悲剧的晚年 从他一生来讲 他有许多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简单的说就是 福坚大半生 都可以说是英雄盖世 而最后几年呢 是穷途末路 英雄末路 如果咱们呢 去看一看那个多卷本的中国通史 或者是专门写 魏晋南北朝的断代史 你就会发现历史学家 对福坚都有很公允和很高的评价 福坚一生 有三大历史贡献 第一 他基本统一了中国北方 第二点 福坚提倡学习 汉文化 促进了中国北方的文化融合和民族融合 第三点 平定西域 延续了从汉代开始的中原政权 对西域的管辖和影响 福坚这个人啊 从小就特别聪明 福坚八岁的时候 就主动向祖父福洪提出来 说 爹你给我单独请个老师 叫我读书 福洪很奇怪 你那么小小孩 你居然知道要求学文化 听 我给你请一个 结果他爷爷福洪 就给他单独请了一个很有学问的 给他 当专制老师 所以福坚跟他的同辈和晚辈比起来 他从小就打下了扎实的 深厚的汉文化基础 因此福坚从小 他就学实温博 眼光远大 在他的同辈人当中 很早就展露头角 而且他这个汉文化基础啊 为他后来夺取政权 治国有方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十四岁的时候 福坚被他的祖父封为龙湘将军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职物 才十四岁 静叔说他 性智孝 博学 多才艺 有经济大志 就说他非常孝顺 知识 知识面很宽 多才多艺 而且呢 他从小就有远大的理想 不过当时福坚的大志 还不是说 有朝一日我要当秦国国王 要当皇帝 他根本当时想不到这点 为什么 因为他爷爷是秦王 后来他的伯父当了皇帝 他的父亲当了宰相 当了丞相 那就是皇帝之下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另外呢 他有一大批叔叔 唐叔 唐兄 还有他的哥哥 这些人都是秦国的重要的文成武将 地位都在他之上 有威望 有能力 带着兵比他多 战功比他强 所以 福坚当时的大志 就是协助 伯父皇帝 和父亲丞相 把秦国 治理好 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什么呢 在中国北方 他有很多格际政权 但是主要是 在中国的大地上 主要是三国 三个国 一个 燕国 这是当时中国最富饶的地方 人口也最多 燕国最强 第二强的呢 就是晋国 晋国文化发达 他的军政力量都相当强 而秦国当时 他的土地少 人口少 因此 秦国当时面临的问题 不是如何统一天下 而是如何在两强之中 能够生存下去 那么福坚当时 他的经济大志 就是如何协助 伯父皇帝 和父亲丞相 能够让秦国 生存下去 然后再谈发展 福坚 深知 人才的重要 一个国家 能否生存 能否发展 归根结底 取决于人才 所以福坚 他已经开始 不断在网罗人才 在福坚的人才当中 最重要的就是 王某 可以简单的那么说 福坚成功 伴在王某 如果福坚 没有得到王某 那么福坚 后来的事业 绝不可能做到那么辉煌 如果不是由于 后来福坚失去了王某 那么福坚 就不会跨出那错误的 决定秦国命运 也决定福坚本人命运的 关键性的一步 筑成历史性大错 因为只要王某在 王某肯定有力量 能阻止他跨出这一步 绝对不会让福坚落到最后 那么一个悲惨的境地 可惜的是王某不在 因此古今历史学家 对王某在那段历史上的贡献 都有很高的评价 所以我们今天讲福坚 就必定要讲到王某 这两个人根本是分不开的 王某是福坚手下最重要的人才 但是在王某还是一个不一的时候 他并没有注意到福坚 虽然福坚十四岁的时候 就被封为了龙乡将军 但他在底族人建立的秦国 也就是历史上称之为 前秦的这个国家里面 还算不上是位高权重的证明 所以王某这个时候 根本没有注意到福坚 王某最初想投奔的 甚至都不是秦国 那么这个王某是怎么来到 福坚帐下的呢 这有一个过程 王某他本来是隐居在离长安不远 大概是一百多里 不到二百里 这个华英山下 他隐居在那 他是在看行使 有合适的人来请我 我就去 他一直在等待机会 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呢 等到三十出头了 在那个年代三十出头 这个岁数就不小了 王某啊 小时候家里很穷 他靠什么卫生呢 靠卖波及卫生 有一次他在洛阳啊 卖波及 结果有一个老者过来 跟他说啊 哎 你的波及不错 我出多少钱买你波及 王某一听 哎呦 这个价钱高好多倍啊 那当然乐意了 那老者说啊 可是我没带钱 你是不是跟我回去拿 我家就在那 也不算太远 就在那个山脚下 王某呢 觉得虽然路远点 可是这笔买卖 那是贵好多倍啊 就跟着他走了 就挑了波及跟他走 一直走啊走啊走啊 走到 走进了升山了 那老者不见了 不见了 结果他一看啊 哎 前头有 有一所房子 我就打听打听 进去一看啊 进去一看 发现一个虚发揭白的老者 坐在那个小马杂上 那叫胡床 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小马杂 旁边站了十几个人 王某知道 我今儿个是见的一人了 不是一般的人了 这时候呢 旁边站的有一个人呢 就带领王某啊 来拜见这个老者 王某跪下拜见的时候 那老头就说了 王公何事拜啊 你干嘛要拜 我没理没理 王某纳闷了 他怎么知道我姓王啊 结果呢 这个老头啊 以十倍的价钱 买下了他的墨迹 你说本来这墨迹 一块钱一个 我给你十块钱一个 买了他的墨迹以后呢 然后就派人啊 送他出门 送他出门回家了 王某出门以后 走了走了几步 回头再看看 那个大房子 再一看 房子没了 怎么快的 没了呢 我刚没走几步啊 再仔细看看 这山 这不就是嵩山吗 五月之一的 中月嵩山啊 那这不就是神仙了吗 当然了 这是个民间传说 这肯定是后人啊 觉得王某这个人太了不起了 光靠他自己刻苦读书 他是成不了这么大气候的 他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学问 这样的远见 那是一般读书人 再聪明的都比不上的 他肯定是得到过神仙 或者艺人的传授 所以呢 就把他卖播 这个故事啊 这个编的 成了带有神仙色色彩了 那么竞书上记载呢 有一条 说王某啊 博学 好兵书 博学那你多看书就行了 是吧 他好兵书 特别喜欢看 读兵书 所以他后来 他虽然自己本身不是航母出生 没打过仗 可是他指挥好多战争啊 都取得胜利 声通掏略 那么这个呢 我推测啊 就可能是 他去卖播剧的时候 见了的这个老者啊 当时传授给他了兵书 他有可能在那都待了几天 呆了一段时间 老者给他传授了这些东西 所以他才能够在谋略上 有那么高的 那么深的造诣 不过这个时候啊 王某并不看好秦国 而且呢 在王某心中啊 他有正统观念 他总觉得静 是正统 北方的胡人政权 燕和秦 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 他不是正统 所以他比较看好静 你想秦比燕还弱呢 这时候王某呢 去投奔 静的全城 环温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啊 环温率领 四万晋军 进攻秦国 环温这个人是能争善战 身通掏略 晋军 节节胜利 势如破族 秦国的皇帝 福建 就是福建的伯父 福建呢 让他的太子福长 和他的弟弟 就是福建的父亲 呈向福雄 两个人率领五万秦军 抵抗 环温的进攻 但是秦军 依然是 失败 环温大军 眼看就要打到 长安城下了 这个时候啊 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事 环温下令 停止前进 驻军霸上 霸上 长安就几十里地 不进攻 那么 环温 他为什么 不一气 拿下长安呢 因为当时啊 进军气势正盛 如果要把长安拿下来 不说易如反掌 拓手可得 也差不了多少 环温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呀 东晋的皇帝 虽然是司马士 但是真正的大权 掌握在几个大家族手里面 其中 环氏家族 就是环温 跟他的几个弟弟 还有他的子 子侄 儿子 侄子 都是各州的次使 或者各府的太守 或者是将军 东晋几乎有 一半的兵力 掌握在他们手里 他怕什么呢 我现在把长安打下来了 朝廷忽然来一个圣旨 说让我退兵 让我回京师健康 就是现在南京 当了什么太尉 弄一虚弦 把我兵权削了 我不走还不行啊 我现在想篡位夺权 我力量不够啊 他想等什么呢 现在眼看就要卖手 我索性再等一等 因为我存粮不多了 等麦子熟了 我一举拿下长安 然后东出同关 攻占静的旧都洛阳 那个时候我上表 请朝廷 把首都牵回洛阳 那别的几个大的氏族 就无话可讲了 你要不同意的话 那就有罪了 是吧 别人就奈何我不得了 他是打的这算盘 桓文驻军方上 没有马上进攻长安 他是有自己的打算 但是他的这一做法 让秦军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胜利的天平 开始向秦举侵醒 而就在桓文率领 进国军队进攻秦国的时候 王蒙前来投奔桓文 那么王蒙最终为什么没有追随桓文呢 进军的大圣 使王蒙认为 桓文是个可以 托付一生的人 是个能成大事的人 所以 所以隐居的王蒙 不等别人来请 就自己主动去找桓文了 到桓文大营去求见了 这个桓文一见王蒙啊 他不是大吃一惊 是大吃了好几惊 为什么呢 第一 王蒙穿着不凡 你按理说 你一个平民 是吧 来求见大都督 大将军 你怎么得也得穿得干净点 稍微 衣服稍微整齐好一点 是吧 王蒙穿了一件 最最普通的赫衫 就是灰黑色的张杉 这就是显得文润的清高 这还不算 第二 他举止不凡 按说桓文是个宰相级的人物 你在这么大官面前 说话的时候 总得注意点礼貌吧 说话得注意点吧 不是王蒙啊 把那个赫衫啊 那藏衫 拖了下来 一边跟桓文说话 一边在那什么 抓狮子 抓住一个 捏扁一个 再抓一个 再捏扁一个 一会儿这儿又一个 你就可想而知 他这些 这件藏衫有多脏 多少日子没洗了 净狮子 所以这个 梦师 那个梦就是提手旁一个门 开门的门 梦师 而谈 就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著名典故 桓文都傻了 桓文也是见过世面的 跟很多文人打过交道 知道这个文人的清高啊 可是也没见过这么放肆的 就可想啊 王蒙这个人是 自认为 就自视甚高 啊 并不把你的这个全程啊 放在眼里 咱们是平等的 哦 这个人不简单 不可小觑 第三呢 是谈吐不凡 桓文 跟这个王蒙聊 天下大事 那简直是 无所不知 啊 谈 当前行事 如何对策 王蒙非常有见地 桓文就奇怪了 他说我奉天子之命啊 率精兵十万 啊 来 讨伐逆贼 使这个老百姓啊 免受痛苦 哎 怎么 我来了那么些日子 三秦大帝的士人 就是士兵的士 士人就是知识分子 都没一个人来见我了 这怎么回事 王蒙说啊 这有什么奇怪啊 啊 宁率的进军 节节胜利 都打到长安城下了 可是宁 不是一股作气 把长安拿下 所以三秦的 三秦大帝的士人啊 不知道宁 环大都督 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啊 我们头部宁来了 到时候宁 走了 那么那些人怎么办 那些人不是要受到啊 这个当地政权的这个迫害了吗 结果这句话呢 是说到了桓文的痛处 桓文没想到啊 王蒙建了一届平民 初次见面 说话就那么直率 一争见血 对 整个天下的形势 了如指掌 这样的人 江东 无人能及 因此啊 桓文就决定 要请他 留下 给他当幕僚 请他当什么呢 代理 君谋 祭九 君谋 祭九啊 就相当于 好些个谋士里面的一个头 有点像那个参谋处长啊 什么 那是 那是统帅身边的 重要谋士 这是比较容易得到提吧 那是心腹 王蒙在 黄文这儿住了几天啊 军事形势 发生了重要变化 怎么了 因为秦军 得到了喘息机会 而且发现了 进军的软肋 缺粮 所以秦军呢 就调整了 战略战术 他采取什么办法 这麦子不是还没熟呢吗 麦子得熟了才能开始收割 提前收割 提前收割啊 我虽然没有麦子 可是我周边的地方 都是我的领土啊 是吧 我还是想有办法弄到存粮啊 你进军深入秦帝啊 你就搞不到粮食 而且秦军下令 兼臂清野 让进军得不到任何食物 这样一来呢 进军眼看粮食啊 告庆 快用完了 你不能等完全没粮食的时候 你再退兵啊 退兵的时候 你路上你就没得失了 你饿都饿死了 因此这样一来呢 就迫使 还温 退兵 赶快成手里还有一点粮食的时候 路上还能吃的时候 赶快退兵 当然在路上还得赶紧想怕 找各种各样吃的东西 那就被动了 所以这样一来呢 秦军啊 大局反击 进军受到了重大损失 那么在退兵的 前夕 决定退兵的时候 桓温 请王猛 跟他一起南归 你跟我一起走吧 是吧 给我当幕僚 我将来我可以让你当什么官 什么官 都许了愿 王猛那时候看出来了 桓温这个人啊 有重大弱点 不是一个可以托付一生的人 他又找了个借口 留下 有借口很容易找嘛 比如说我要告辞老母啊 什么这个那个的是吧 实际上他干嘛去了呢 他去向他的师父啊 请教去了 他的师父就跟他说 说桓温这个人啊 有野心 他是想取司马士 而代之 他跟你啊 不是一路人 因为你是确实想为天下 设计黎明百姓 做一番事业的 所以你们两个人啊 不是一路人 将来搞不到一块去 再说 你在北方 同样可以施展才干 行也好 烟也好 是吧 有你的用武之地 你干嘛要跑到大老远南方去啊 猫猫一听就得有道理 就留下了 那么我推测 他的这个师父 就是当初买波纪的那位老者 这位老者 这个师父 他不是 神仙 他是一位博学 多才多艺 阅历丰富的 大智者 所以呢 当初 这位老者 传授给了 王蒙 兵法 成为他的师父 后来 王蒙还不断去向他请教 请求指点 王蒙在师父的指点下 没有急于出山 而是继续隐居起来 静观时局的变化 而就在接下来的一两年之中 秦国接连发生了四件事情 这使原本还不太显眼的福坚 处境变得微妙起来 那么这都是哪四件事情呢 还在隐居之中的王蒙 又是因为什么样的机缘 最终成为了福坚的手下呢 哪四件事情呢 第一 父亲 病故 福坚的父亲 福坚是当朝秦皇的异地 官居成相 父亲一死 福坚最重要的亲人和靠山 没了 福坚他们这一支的地位下降 第二 太子郑亡 这件事情呢 影响更大 太子福长 在和靖军作战当中啊 重流逝 就被剑啊 射伤 射死了 那么太子死了以后呢 按理说 再立一个就够了 就行 反正 反正皇帝福建 他有好几个儿子 可是就在太子 死 不久 长安城里啊 就流传一句话 那叫带有预言性质的 叫称语 在魏晋的时候啊 人特别迷信 特别迷信这种 带有预言性质的 什么歌谣啊 某些画呀 好歹是某些 那个图画之类的东西 什么话呢 说 三羊 五眼 应福 一只羊两只眼睛 三只羊 它应该六只眼睛 可是三只羊呢 五只眼睛 就应该符合 这个条件 换句话说 少一只眼睛的那个人 他合适当太子 这个皇帝福建啊 特别的迷信 他的儿子当中啊 有一个儿子叫福生 这孩子从小 就瞎了一只眼睛 福建一想 这个预言 那肯定是神灵暗示我啊 要让他继位啊 结果呢 就让福生继位 为皇帝 很显然 三羊 五眼应福 这个秤语呢 就是福生 他们故意散步的 福生这家伙啊 从小就非常非常坏 坏到什么程度 坏到他爷爷 就是秦国的第一代君主啊 福洪啊 拿鞭子 亲自抽他 不管用 那么现在呢 福生当了皇帝 这家伙因为特别坏 对福坚啊 是一个威胁 第三 就是堂兄兵变 福坚有一个堂兄 福精 准备发动兵变 这个事啊 失败了 可是福精 兵变这个事 对福坚 是一个教训和刺激 第四件大事 就是皇帝残暴 这福生的残暴啊 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 是少有的 极其罕见 福生上朝啊 他那刀就割到 上朝的他那案子上 刀尖冲着大成 换句话说 他随时都没杀人 不光如此 除了刀以外 他还割到什么呢 锤子 凿子 钳子 锯子 还有弓箭 那就是在朝远一点的 他拿弓箭就射死你了 还真是当朝 就把大成射死了 福生这个人呢 反复无常 出尔反尔 凶残到极点 所以呢 没有人不怕他 谁都战战兢兢 有的人干脆借口有病 后来有的人借口啊 说我年岁太大了 都辞职 回家去了 避祸 而这个时候呢 又发生了 枪人 这个 姚乡 姚长兄弟啊 他们带兵 要求 借到回 隆西 有两万七千多人 当时枪军呢 已经打到了长安北边 皇帝福生 派广平王 福黄梅 和 东海王 福坚 领兵出征 结果呢 把 枪军 打败了 杀了姚乡 姚长 投降 结果这一仗呢 充分显示出 福黄梅的 领导才干 和军事指挥才能 按说得到那么大的胜利啊 应该受到表彰 奖励 可是呢 福生不但没有奖励他们 反而啊 当朝 挖苦 讽刺 那个 领兵打仗的 广平王 福黄梅 福黄梅是他的长辈啊 也是他们服侍家族的 实在气不过了 结果呢 福黄梅跟他的手下人啊 秘密商量啊 准备发动兵变 除掉 福生 为民除害 没想到呢 泄密了 结果 福黄梅一家和他的 好多 亲属 部下 都被杀了 这个事情给 福建 刺激也非常大 但是 福建力量 毕竟有限 他只能忍 可是你光忍不行啊 现在 好多文成武将 都被福生杀了 原来福建前面 有好多长辈 有好多地位比他高的 将军大臣 在他前面 现在呢 福建啊 地位越来越突出了 福生越来越注意他 对他越来越不满了 福生已经几次表示 福建 危险 靠不住 不可信 要杀他 结果是被谁阻止了呢 是被啊 福建的表舅 就是福建母亲的表哥 叫李威 李威是左卫将军 是地位很高的一个将军 李威呢 跟福生啊 关系特别密切 关系特别好 几次都是李威劝他 结果福生呢 就放弃了杀福建的念头 可是福建知道 这种日子不会长 危险正在逼近 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福建啊 接受了他手下一个大将 吕婆娄的叫建议 说我们那儿 有一个影视 叫王蒙 这人特别有能耐 声通掏略 请东海王啊 把他请来 福建说 那好 那您就代表我去请 这样呢 王蒙终于等到了出山的机会 而且从此大显身手 尽管福建尽量避免 引起皇帝福生的猜疑 但是福生 还是对福建越来越不放心 终于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除掉福建 那么福建到底是怎么样 躲过这一劫的 请看下集 请看下集团 请看下集团